一鸣 咋样 什么感受 好找吗 不好找 眼花了乱 据说上海滩曾经的大横黄金融葬在苏州的一个墓园里 我们赶到陵园山脚下的公墓来寻找他的墓 这位当时赤煞风云上海滩的人物 现在他的墓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我在的这片山坡全都是墓 非常难找这个黄金融的墓具体在哪 现在我们在手机上查一下 全都是 大家看看背吧 太难找了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墓 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个黄金融墓的照片 它这个墓碑 还有它那个墓种 就是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哇 大家看 咱们啊 终于找到了黄金融的墓啊 就是这座墓 黄金融 附军之墓 这座墓呢 大家看和周围的其他的墓相比啊 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同啊 这样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啊 这样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啊 一张皇家的签表啊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它的墓盖啊 四周啊 有青石的栏杆 还有石子 在1953年6月20号的下午 这位上海滩曾经的大佬啊 就在他的家中去世了 那他的葬礼呢 当然啊 办的是非常的简单 只办了酒桌 只有17个门徒呢 前来为他吊丧 要知道啊 他曾经在上海滩有上千个门徒 那在当时呢 就把他安葬在了这个灵岩山的这个位置 可是在13年后呢 因为某些原因啊 他的墓被彻底的捣毁了 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啊 他的长孙黄启雨啊 实际上这个黄启雨呢 是他养子的儿子啊 就又给他重新修了这座墓 那么咱们看啊 这座墓里边啊 只葬着黄金荣一个人 那说黄金荣的妻子 为什么没有葬在这里呢 黄金荣生于1868年的苏州 1892年 在表画殿做学徒的他 进入了法租界寻谱房 黄金荣善于左右逢源 利用职位之便和贼喊捉贼的伎俩 步步高升 直至成为唯一的华人探长 并且自称天子辈 成为青帮老大 在上海滩指手遮天 就连老蒋也曾向他拜过帖子 他的发迹其实离不开背后的女人 甚至这个女人才是青帮真正的大佬 他就是林贵生 林贵生很有心机 在男人圈里摸爬滚打多年 他20多岁时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 开办青楼赌场 后来他与黄金荣结识 迅速打得火热并且结婚 成了黄金荣最得力的助手 为了支持黄金荣 林贵生变卖产业 广收门徒 创立了青帮 另一个大亨杜月生也是在他的提拔下才展露头角 可就在黄金荣的势力蒸蒸日上之时 这位流氓大亨却一情别恋 看上了一个戏曲老生女演员陆兰春 为了捧红小自己30岁的陆兰春 黄金荣甚至曾被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家绑架 幸好杜月生张孝林等人将他输出 而重获自由的黄金荣不但没有丝毫悔 反而坚决的抛弃了林贵生 娶了陆兰春 而后果很快就到来了 婚后的陆兰春不久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很快离黄金荣而去 另一个后果则在20年后 黄金荣和林贵生的养子黄军培早亡 而媳妇李志青一直住在黄府 传说李志青和黄金荣的关系并不清楚 49年李志青离开上海 顺带拿走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 已经82岁的黄金荣只剩下了大量的不动产 这位孤独的前大佬因此才做出了 宁可死在上海不愿漂泊海上的选择 最后在黄金荣身边只有一个女佣陪伴着她 黄金荣也给这个女佣建了一座庵 叫做靖心庵 她的第一任妻子被她抛弃的林贵生 直到1981年才去世 被她晚去世了将近30年 这就是黄金荣和她的四个女人的故事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拜拜 咱们下来